11月2日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400米决赛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17岁小将爱丽西尔·吴买尔 跑出了45秒71的恐怖成绩 刷新了新疆成人男子记录 在预赛中 吴买尔就跑出了46秒35 打破了今年6月份 他在重庆2023年全国田径大奖赛中创造的记录 6月份的那场比赛 吴买尔跑出了46秒53 打破新疆成人男子400米记录 也打破了杜志强在2019年创造的该项目中 46秒91的全国U18少年记录 决赛中吴买尔更进一步 直接轰出了45秒71 打破了46秒大关 一天两破全国少年记录 一年内三次刷新了记录 吴买尔的天赋已经一出 未来也变得更加清晰和远大起来 一年内三成 运动员们就用力出发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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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骉 加油 六到站出一天 六到川 actu来自公共製市�� lang 黄祖 致实上,吴买尔真正接触田径的时间非常短暂 2021年年底,新疆自治区体育局在选星计划训练营中 发现了这颗苗子,那时的吴买尔年仅15岁,啥都不会 随后,他被选入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仅仅5个月,吴买尔就在自治区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 以49秒73摘下了男子一组的400米冠军 2022年12月,吴买尔才真正进入新疆田径队 开始了专业的田径训练 满打满算,吴买尔练习田径还不足两年 进入专业队专项训练更是不足一年 对比当年唱跳rap都练习了两年半的练习生 吴买尔的学习失常确实不够 但是实力已经非常惊人了 45秒71的成绩有多么夸张 截至目前,中国选手在男子400米项目中的 最好成绩是郭忠泽在2017年全运会上 创造的45秒14 吴买尔的成绩只比中国历史最强差了0.57秒 此外,吴买尔成为了中国男子400米成绩的历史第七人 17岁的他,进步神速 前途无量 2.5秒